今天这个全世界还有个大事 就是菲律宾那边出事的 19号 19号那天 菲律宾总统办公室传出来个消息 说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 现任呢 是菲律宾的这个副总统 叫萨拉杜特尔特 这个人呢 宣布向总统马克思提出了说 不可撤销的辞职信 也就辞去了教育部长都辞了 叫反叛乱特别工作组的副主席 这个职务也辞了 目前呢 说仅仅保留了副总统这个职务 如果我们看细节啊 就发现为什么要讲这个事 因为这个事兄弟们是非同小可的 他在声明里面先说啊 咱先说菲律宾 它是个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国家 当时家儿嘛 就是我们在 呃 13世纪的时候家儿嘛 他们还是部落的 他们还是那种村落部落级别呢 就这种好打打打猎 都不穿衣服那种级别 所以后来被殖民了嘛 殖民的时候当时都蒙圈了 就不知道怎么去统治他们 要原语言不同 要经济经济不同 要都是小农经济啊 自理自足啊 没办法把他们统一起来 后来美国就把美国的观念 给他们输出到菲律宾了啊 于是乎才把他们菲律宾给扶持起来 扶持家族 所以说现在美国无论哪个家族上台都是亲美的 都是有美方的执念和根基的 懂我的意思了吧 然后我们再说啊 他在声明当中说什么呢 就这个就这个这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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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统啊 说小马克思已经接受了萨拉的那个辞呈 光这句话啊就非常怪了 因为就算他特别想赶萨拉走 小马克思至少你得装模作样 你得搞个挽留 对不对当时老铁们小马克思怎么当成的总统啊 当时差点是杜特尔特的女儿当总统 当时杜特尔特的家族跟小这个小马克思家族呢 关系还比较好 属于互相啊搭台唱戏那种感觉 对吧 互相的这个扶持啊 也不是扶持 就是那个联合就搞那个 反正这都是个人经济 他们菲律宾都是个人经济 后来那个老马克思这个家族 当时因为贪污太太太过分 让民众给碾去了 然后后来杜特尔特辞职的 不是走了的时候呢 想让他姑娘当总统 小马克思说了 说这么的吧啊 哥 我当总统 你让你姑娘当副总统 就这么的 那这么想他俩关系就比较好 那小马克思你多少得挽留一下 是吧 搞个挽留没有 萨拉一提 小马克思马上接受了 说明什么 说明两个人关系 现在已经极差了 上面还有一句话 也非常怪啊 就是叫加拉费尔说 说萨拉没给出辞职的理由 众所周知兄弟们 任何辞职都得有个理由的 哪怕说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也行啊 不给任何理由 等于是什么呢 说我们俩就是已经撕破脸了 哎 萨拉这个表现也非常奇怪 昨天晚上的时候啊 她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说我选择辞职 不是因为我能力不行 而是我真心关心教师和年轻人 他是真正关心 那肯定有人在假关心呢 对不对 这等于是指着小马克思鼻子在骂呀 说你既不关心教师 你也不关心年轻人呢 祖国的下一代你都不关心 你关心个瘸子 你关心的 对吧 就这里形势就很明显了 菲律宾总统和副总统 现在已经彻底闹掰了 决裂了 也可以说兄弟们 什么概念 杜特尔特家族和马克思家族 已经闹掰了 哎 然后我们就可以面临第二层 这两个人决裂 对于菲律宾来说兄弟们 意味着啥呀 这个事我之前讲过 菲律宾它是个什么呀 是个门阀社会 就刚才我说了吗 盛行家族政治 很类似于我们 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 啊 他的这个政坛呢 有点像发散式的那种穿珠子 就领头一个大家族 底下穿着一堆的二级家族 再底下是什么呢 三级家族 这些家族的地位 还不断的去排列组合 比如说啊 有的家族之前是二级家族 但是运气好 或者呢 出了一个能干的人 可能就成为领头的这个家族了 现在菲律宾这个社会呢 正好有两大政治家族 一个是马克思家族 一个是杜特尔特这个家族 哎 所以说萨拉的辞职 不仅仅是菲律宾总统 和副总统的决裂 刚才我说了 是两大政治家族在拧帮 还有他们所牵连的众多小家族 要开始准备硬碰硬了 啊 啊 今天这个消息 这是离谱当中带着刺激 刺激当中带那么一点搞笑 搞笑当中带着那么点什么的夸张 咱也不卖关子了 直接给你们开讲 话说什么呢 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家们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 一海呀 突然之间呢 再次宣布说 老铁们你们一定要注意了 啊 我们胡塞武装呢 又又又 第三次打中了美军的航母 哎 听到这个消息 可能有些老铁说没啥吧 毕竟之前打那么多次了 现在你再打一次 啊 也完全在我们意料之中啊 只要你不把美军的 埃森豪尔号给干沉了 那都不能算新闻呢 对吧 怎么说呢 兄弟们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啊 没一会儿 美国直接就回应了 直接强势反驳呀 说野门你别给我咧咧啊 胡塞武装 你逼人那个凑嘴啊 说你小俩那么吹牛呢 美军航母压根没被击中 啊 那么就在反驳完之后 美国中央司令部 美国五角大楼 紧接着宣布了说 呃 虽然没被击中啊 但是我们这个 埃森豪尔号航母打击群呢 呃 即将通过苏伊士运河 咋呢 我们跑了 走了啊 不干了 说马上撤回美国的本土 兄弟们 你们没听错啊 美国人就是这么搞笑 一边说没被击中 另一边直接宣布了 说我要撤退了 那么说到这儿老铁就好奇了 说美国人这一招到底什么个情况啊 现在美国航母到底什么个情况啊 美国人说要把航母撤出中东 又是打着什么算盘呢 咋的了 彻底放弃了 哎 大家别着急 听我讲完 你们就知道这件事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 究竟是怎么一个道德了 好不好 事情老铁们据说发生在了6月21号的晚上 咱们必须得从这个节点开始说起 为什么呢 当时黎巴嫩珍珠岛 记不记得首次跟谁联手了呢 伊拉克的民兵直接联手了 对着以色列境内哭哭哭 就是一顿炸 而且兄弟们 今天我插播一条新闻最新的 新鲜出炉的 黎巴嫩再次出动无人机 把以色列的油气 油气工厂 包括什么军工厂 还有什么指挥场所 包括整个民用的什么发电设施 什么水电站 把一大堆都给你标出来 用无人机 直接把那个定点给你标记出来了 什么概念 我黎巴嫩想炸以色列的正常的基础设施 关键设施 我纷纷纷就炸 对吧 而在当时6月21号的时候 这波炸完之后 你知道让人震惊的消息是啥吗 可不是说以色列被炸的有多惨 或者说什么以色列报复黎巴嫩了 不是 而是什么呢 这波炸完之后 兄弟们 科威特 阿联酋 包括沙特 这些中东国家直接讲话了 要从黎巴嫩撤侨 直接撤出平民 并且还同时警告自己家公民 说没事 别往黎巴嫩那边窜的了 这种撤人这个行为 兄弟们 意味着什么呀 我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吗 对吧 很明显 家人们 很明显 这就是中东国家已经发现不对了 老铁们 如果一个地方出事了 谁最最先发现 你家邻居啊 你家打仗了 你家邻居最先发现呢 对吧 这个不对 这个小九九 这个小新子 这个小火花 谁先发现 邻居先发现呢 整个中东 现在黎巴嫩撤侨了 什么感觉 在我的感觉就是 妈呀 真要坏菜 中东真要大乱 一定要提前做准备 对吧 那么在了解完这个情况之后 兄弟们 重磅消息直接来了 说撤侨的可不止 中东这帮哥们们 家人们 谁呀 加拿大的外交部 也宣布了 说他们正在和黎巴嫩政府协商 要撤出四万五千名 加拿大的公民 我的个妈呀 当时我看完 我震惊的不是说 加拿大要撤侨 你知道我震惊的是什么吗 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震惊 你们有没有思考过 我再说一遍这句话啊 加拿大外交部宣布 说他们跟黎巴嫩政府正在协商 要撤出四万五千名加拿大的公民 我当时我都蒙圈了 我蒙圈在哪呢 蒙圈不是说加拿大要撤侨啊 兄弟们 加拿大都这么喜欢找司机吗 黎巴嫩又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旅游或者工作的地方啊 对吧你什么玩意你去了四万五千人 你四百五百个人就了不定了 结果一口气你干过去四万五千人 当时我就觉得这回事不对吧 这新闻说报错了 多打俩零啊 然后我就查 我查了一下加拿大 还有中东那边的资料 乖过一样 不查不知道兄弟们 一查直接吓一跳啊 这四万五千人的加拿大公民 除了三百个女的之外 其余咱今天重重之重 得说说中东的事 今天中东的事 我在说之前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有多炸裂 什么事呢 昨天美国不是派了一个医药公司的代表吗 这个你们知不知道 有知道这个扣不一 不知道扣不二 不知道很正常啊 当时看完说美国派了个医药公司的代表来 你别说黎巴嫩蜘蛛党了 就在黎巴嫩政府 其余的这个这个这个一百多个党派呀 看完之后一脸懵 哎 说这个老美啥意思啊 政客来谈不妥 整个医生来 咋的呀 方便气运的时候 给自己做个新会复苏啊 是吧 而就在黎巴嫩这边 所有人都懵圈之后 兄弟们 这美国的医药代表 到了之后直接讲话了 说黎巴嫩政府 你给我听好了 我现在手里面 有你们极需要的东西 有你们极需要的疫苗 哎 如果你们懂事的话 立刻让黎巴嫩 珍珠党放弃对以色列的进攻 要不然我把疫苗给你毁了 让你黎巴嫩彻底完蛋 有些老铁一听这话 是不是觉得说 这 这美国的医药代表 是不是喝多了 怎么竟然都说胡话 胡咧咧呢 这黎巴嫩 这还不得一个大脚 给他看干懵了呀 怎么说兄弟们啊 如果这么想就错了 而且大错特错 黎巴嫩政府听完之后 直接找了珍珠党去商量 要求他们暂缓出兵以色列 吓人不 有人不知道咋个事的吧 那么这个态度怎么个事 这就要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上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啥这个美国的医药代表 敢这么狂啊 原因很简单兄弟们 因为黎巴嫩现在确实被病毒给困住了 困扰了 而且这个被病毒困住这个过程 那叫真一个离谱 你们听我讲完就知道了 就在前天话说啊 以色列前脚宣布 军方已经通过了对黎巴嫩宣战这个行为 后脚兄弟们 美国干了个什么事呢 摇人了啊 还有这个摇了27个国家 都是欧盟的 集体宣布说要派兵进入到以色列 那么与此同时呢 黎巴嫩这边也完全不需要 人说老子不怕 伊朗手下抵抗之乎 几十个组织浩浩荡荡 30万大军呢 直接开始陆陆续续就进入到黎巴嫩境内了 干啥呀 说白了 就是要告诉老美 你要战 老子不怕 我就陪你玩到底 对吧 别以为就你能摇人 我们不但能摇人 摇的还比你多呢 而且还比你能打呢 那就在我担心这次中东第六次大战 马上要在黎巴嫩爆发的关键时刻 兄弟们直接出了个大事 美国人通过卫星一看 直接马爪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本来金子不就三十万人吗 一帮小咖了咪算个屁呀 对不对 那绝对实力 绝对我碾压你呀 结果家人们等卫星咔咔咔一顿拍照 拍了两千多张照片 一看好家伙了兄弟们 三十万人呐 这哪是煮菜 那是开胃菜呀 中东那边最起码还有另外五十万人 直接进入到准备状态 而且这还不是最让美国蒙圈的兄弟们 最让美国蒙圈的是啥呀 这三十万人进入到黎巴嫩的部队 那不是啥游击队 不是什么游兵散将 基本都带着火箭弹 都带着导弹 都带着无人机的 放以前美国可能不当回事 但是现在无人机这个威力 美国早就已经太清楚了 比谁都清楚 所以这么一个二一天作五的情况之下 你说美国他还敢整吗 万一再次带领西方 三十多国联军 直接咔嚓被人给干爆了 以后美国你在国际上 你咋要我喝溜 你直接给我吃屎吧 是吧 所以美国五角大楼 直接召开了个紧急会议 说不行 这次坚决不能让以色列和黎巴嫩 给我干起来 或者说什么呢 不能让以色列和美西方 三十多国联军 直接陷入到苦战 然后大黑驴直接就讲话了 兄弟们说 我有个计划 不但能让以色列直接赢 还能让黎巴嫩这种党 直接给我认错 然后美国还能狠狠赚一笔钱 听完这个话 美国这帮人呢 眼睛都亮了 啥计划都懒得问 直接说大黑驴 你就办吧 我们听你安排 然后兄弟们 就在昨天的凌晨一点多钟 以色列特种部队 九十多号人 趁夜色直接出击 偷着摸着 直接干过边境了 然后在内应的配合之下 搞了几辆车 今天凌晨三点多钟 直接杀到黎巴嫩首都附近 说到这儿老铁就问了 咋的难不成大黑驴 是打老铁们 一浪死死个出手了 那这儿八讲的国战呢 那叫战争啊 那不叫冲突啊 战争规模 也不会再是中小规模的冲突了 还有对抗了 实打实 那叫第六四中东战争啊 那么既然如此 谁打仗之前不得操个家伙事啊 不得摇摇人啊 你那不是单挑 那叫群楼 对不对啊 咱小时候也见过 你不得摇鸡车人呢 首先就干嘛 家人们 伊朗在干的事 前两天我说了 一天真的抓了20个人 全内奸 第一件事 内鬼除掉 全世界都知道 家人们 伊朗被美国渗透成筛子了 这一点伊朗自己也知道 以前还没打仗 伊朗政权的麻烦 一大堆屁事 这一块还可以暂时往后拖一拖 现在如果家人们 大战在即什么干 你要打国战了 那你除奸的紧迫性 那就大大的提前了 而除奸肯定是要时间的 所以说 必然要拖上一拖 我就问你家人们 就伊朗无非两个选择吧 现在干 对不对 不管那些 不管啥 我就这样子 管这输赢的干 干完之后 打回来了 又 你说这样丢人 还是说忍一忍 对吧 忍到所有事情都弄完之后 一炮走轰 好 哪个好 要是你怎么选 不明则已 一名真人 还是我不管三斤四五六 就干他 我不管输赢 输赢拉倒 赢了更好 哪个行啊 肯定是得做好选择 不明则已一名惊人呢 对不对 而除奸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为战争做准备 首先是进攻 伊朗 与以色列 老听话 咱那天说了 一千八百多公里 上千公里 一旦开干 伊朗不是黎巴嫩 黎巴嫩跟以色列接壤 伊朗中间 隔个伊拉克 隔个叙利亚 他如果真开干了 必然不管你空海陆 空三军 你得穿过人家 伊拉克 穿过人叙利亚 穿过两个主权国家领土 对以色列作战 这个难度老铁嘛 不是说盟友就简单的 太难了 太大了 工程量太大了 毕竟伊朗和以色列 这样的打国战 不是发几个火箭弹 那么简单的 不是飞着二级脚 那么简单的 飞着无人机 那么那么那么轻松的 所以说这可能有人 还会说啊 那以色列 那个背后是美国呀 老美把F22 一个中队呀 十几架战斗机 都不如在中东了 还有双航母呢 对吧 这种情况之下 伊朗真有胆吗 他能不能怂啊 怎么说呢 我告诉你 伊朗即使没党 他或许就是没党 他也害怕 他也不知道后果 因为大炮小伙 他俄罗斯跟乌克兰的 例子在那摆着呢 谁也没想到说 俄罗斯干个乌克兰 干了三年没干来 对吧 大家当时俄乌战争的时候 大家都说了 说哎呀妈 一个星期也能乌克兰废了 他打完乌克兰 坚持下来了 伊朗也不敢说 我干完之后 我一定能赢 所以他也秃不秃啊 对吧 但是老铁们 我请大家回忆一下 我请大家回忆 当年1979年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面对的人是越南吗 对不 是苏联 是苏联 因为当时苏联刚和侯的签了一个友好盟约 同盟的 这是军事化的协议 虽然说只要有人打你 我就出兵 我就救你 你要知道当时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呢 这个情景就跟今天啊 美国和以色列到底是一样的 大家认为苏联必救侯的 对吧 就和今天认为美国必救以色列是一样的 可是当时还是干了 那现在情况老铁们放在伊朗身上 以色列跟美国身上 你说现在的美国 他能比苏联强吗 伊朗他为啥不敢呢 他有什么不敢打的呀 而且你就看 现在只是俄罗斯这边 被乌军给拖住了 甚至出现了伊朗把导弹又送给俄罗斯的情况 老铁们你想想 俄罗斯 咱就说啊 虽然有点拉 虽然说乌克兰那个 五个旅干到俄罗斯国内 到底再没解决呢 我就问你 你觉得俄罗斯可能输吗 咱们长点脑子的 你就说俄罗斯可能输吗 虽然有点拉 他这个问题必解决 有个网友说了 来 直接开始聊 咱们继续聊那个俄乌的事啊 因为今天确实俄乌挺那个 吓淫的 我说实话 现在俄乌这个局势打的 我都梦圈了 因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乌军后方的攻势吧 就是也不能太离谱 太离谱情况没有 就不信你看啊 开战第三天 打到俄罗斯本土35公里的纵深 现在都一个星期了 纵深多少呢 还是30公里啊 连40公里门槛都没碰着 而且我跟你们讲 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什么呢 就是就是乌东四周有一个 就这儿啊 就是那个 那个叫 就那个 他现在打的那个地方啊 那个跟乌东四周 就库尔斯克嘛 跟乌东四周有个质的差别 他有根本性的区别 就是群众技术不一样 你知道吧 就俄军能在乌东四周 安心的打这个阵地战 俄罗斯自从有了乌东四周 那叫以战养战 为什么现在他打的 就是没有那么难 还比较舒服 因为他能以战养战 你知道吧 在乌克兰 用乌克兰的兵打乌克兰 所以说现在整个啊 就包括像库尔斯克呀 别尔格罗德呀 那都不一样的 刚才我也说了 俄军能在乌东四周 能够安心的打阵地战 是因为乌东四周 本来是亲俄的 知道吗 俄军不需要在这儿 就是花多大的成本 去去去去去 用来收复人心的 统治不需要 甚至还能得到当地的支持 但是乌军在库尔斯克州 根本没这样的条件 所以乌克兰根本就不具备在这儿 占领核心城市 和建立大规模防线的能力 没有 能拿下一些村庄啊 包括小镇呢 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虽然说这个行动啊 确实是有点什么呢 迫使俄军调兵进入到防御 有利于减少乌军 在乌东前线的压力 但是呢 老铁门 乌军为这个地方 也触动了所有的精锐力量了 由于了现在的总兵力 已经被俄军给超过了 现在 正常的兵力啊 是 现在是 我前天看的时候是1比3 但是呢 现在有咋说 就部分区域 俄罗斯的精锐部队 超过了乌克兰的1比3 还有说 在部分区域呢 乌克兰的精锐部队 超过俄罗斯1比5 所以呢 现在谁在正面战场上 受到大影响 不好说 啊 这个地方不是一天两天 能够解决的 然后看到这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场北伐战争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乌克兰的本质啊 斯尔斯基是为了应对高层压力 而打的这个KPI的爆 就是爆表战啊 然后同时也是 泽连斯基为了配合美国 中东战略搞的一次表演 所以从军事角度上去分析啊 这场战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但你说这个战役是不是完全 就是是不是属于是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存糊弄呢 其实也不对 如果我们把战场外的因素 一起考虑进来 为啥我要讲这个家吗 是因为 呃 很多人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看清楚这场上的本质啊 其实它很关键 我们说把战场外的因素 都考虑进来的话 就会发现 乌军北伐 其实是完全有可能 对战争走势造成巨大影响的 比如说为什么呢 这就是说到 现代战争有个特点 到底吗 现在不是时期时代了 也不是传统战争了 现在战争有什么特点呢 进入到21世纪 就是2000年之后 现代战争呈现出来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特点 叫战争大后方的抗压能力很差 有没有发现 打仗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吧 对不对 但凡叫过人 大家都怕死 对吧 但是现代人的忍耐底线 我们现在现代人忍耐 就是停水停电都受不了 所以说生活安逸的现代人是天然的速生派 而速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速败嘛 对吧 战端一旦开启了 首先吃不消的 很有可能不是前方的将领和将士 而是后方的精致男女们 比如说巴以冲突打了大半年之后 大部分的弹药都落在了加沙的土地上 但是老铁门 谁越生再到了呢 以色列国内 以色列国内造反了 越生再到啊 老百姓天天上街就要求政府说赶紧的 他们上街不是要求停战 他们要求的是速胜 就赶紧取胜 而俄军之所以打了两年半之后 还能够得动民众的支持呢 最主要的原因 并不是他们在前线打得有多好 而是俄罗斯地盘太大了 而且资源能够供应得上 老百姓大部分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 怎么就现在老铁门你就看啊 就你们有没有莫斯科的朋友 莫斯科现在照样该该干啥干啥 一点不是影响 真的 网上很多吐槽说 普大地打犹犹豫豫豫的不敢发力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谨慎 才最大限度降低了这个国家民众对战争的感觉 如果动不动就全员动员 动不动举国啊 占战争状态 那一旦不能在短期之内获胜 你就看整个社会都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 OK了这样吗 开始讲了 说土耳其这边不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吗 对不对 谁束手了呢 委内瑞拉 前两天你们记不记得 委内瑞拉老大老大哥的飞机让美国给扣了 你说多 这事做得多不给人脸面呢 你再怎么着你不能扣老大哥的飞机吗 对吧 专机啊 还是专机让美国给扣了 说是说什么呢 突破美国的制裁了 美国在情况之下 呃 文德亚就是就是 那个不能有这个飞机 然后给拉到美国国内去了 把人家飞机拉到美国国内去了 你这不是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对吧 所以说今天啊 委内瑞拉直接出手 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海军 他没报备 也没请假 啊 就这么突然 直接杀到委内瑞拉境内了 按理来说 他偷渡到委内瑞拉境内就算了 这算偷渡 关键是这个美国海军呢 还带武器了 而且带着武器就算了 还跑到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的办公室附近转过去了 哎 就这么一转 有朋友们 你放平常就算了 刚才我说了 前两天 美国出手 把人家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的专机给扣了 这事发生之后 马杜罗已经收到信号了 知道吧 当时气不行了 说美国肯定要对他采取强制手段 有人原来 原来我跟你说 有可能说马杜罗不当为事 但是这个节骨呀 朋友们 那全世界的大哥都死多少个了 什么莱西呀 啊 什么各种人 小萨拉曼被刺啊 小萨拉曼他爹被下毒啊 岸田文雄啊 对吧 说这个特朗普 特朗普前两天 又又又差点人给干了 拿刀 啊 上去的 给他下完了都 这是我们给你们讲 又被人给干了 你说世界都乱成什么样了 包括塞尔维亚的那个武器集 前两天不也出事吗 差点 对吧 苏丹的 埃及的 都有事吗 对吧 所以说老铁马 这个马杜罗就说了信号 他害怕 老铁就觉得说美国要对他采取强制手段 所以说这几天呢 委内瑞拉这边的防卫水平啊 老铁马 那是相当高 结果这个时候呢 这个美国的海军士兵就这么离谱 跑到马杜罗的办公室附近转过去了 这么一转 兄弟们就是大半天 你说这不是自己送人头吗 所以说在发现这祸的形状诡异之后 你知道吧 马杜罗一声令下 就管他是不是美国人呢 去吧 他就是外星人也得抓下审一下 对吧 说完之后 这好家伙了 除了委内瑞拉军方的人出动了 这次抓捕行动啊 逮捕行动 居然还有几名谁呢 瓦格纳的人 他们擅长这事啊 瓦格纳士兵协助 而这个美国海军呢 就一个人 面对的是几十号人的围堵啊 他跑个屁了 他跑不了了 连枪都没掏出来呢 两国的叮当四五六 半人给干晕了 随后被直接送到哪呢 送到委内瑞拉这个审民中心了 目前呢 委内瑞拉这边呢 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这个 美军的现役的海军士兵的这个 这个消息 没有透露 什么目的也不知道 但是大家可以大胆猜一猜 家伙们啊 我们猜一猜 这个美军士兵 大概率他不是一个人 对不对 有可能是一批部队同时行动 而他只是个 他只是什么呢 太二愣的了 直接呢 暴露了 被抓了 至于他们这帮 美国海军士兵 到委内瑞拉干啥去了 我就这么说兄弟们啊 美国人到委内瑞拉 就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搞破坏 第二件事 你猜是干啥去了 送毒品 知道不 运送毒品 而这次发现的美国海军 很明显不是运毒的 那么就只剩一个可能 就是要在委内瑞拉 搞破坏 那么再结合这个货 在马杜罗这个办公室附近晃悠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美军是发现来软的不行了 打算直接上硬菜了 把人马杜罗给做了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肯定不能排除 对不对 那么视角再回到美国这边 说出来你们估计都不敢相信 这个事曝光之后 这样吗 美国外交部第一时间 找着马杜罗了 说老马你不能这么干 你当这个总统 这事我承认了 我承认这次大选合法了 你这么的 你赶紧把我家 那个现役的美国海军士兵 你给我送回来 你们没听错 这次美国人 没和以前一样 直接发什么外交召会 直接什么强制要人的 不是 而是直接什么呢 第三下四的就求着 说马杜罗我承认你 你赶紧把人 从委内瑞拉给我送回来 所以怎么说兄弟们 结合这次美国人 这个反常的这个态度 这次这个事 恐怕就没有这么容易解决了 知道吧 不会这么容易解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2017年的时候 就有九个美国人 到委内瑞拉去搞事 委内瑞拉这个地方 跟巴西一样 都是一样 非常非常乱 天天被美国搅拨的 我跟你说 那乱就乌样样的 乌眼睛